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 无垠的缝起 你把梦想写在 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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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带着人到甘泉宫来了 怎么 朕没让他来呀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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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请示 不报告 突然带人闯入镇子进宫 你想干什么 陛下 赵信说三千青旗 沿老鹰见小鹿突袭甘泉宫 陈文迅后十万火急 特来护驾 是护驾还是逼宫啊 什么小鹿啊 云岭万重山连只鸟都飞不过去 朕怎么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小鹿 臣罪该万死 臣怕辩出不测 想到陛下身边的部队人少 周围又没有重兵把守 是啊 朕身边的人手是少了点 给人机会了吗 赵新的兵呢 已经撤走了 不战而撤 两军对阵以擅离职守 如果前线发生紧急战事 朕的十万大兵发生闪失 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事发突然 当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臣只带着李广将军赶来 只下着护驾 臣罪该万死 你退下吧 魏卿 魏卿 臣在 那虎奔军还没有列入司马府的编制 你是怎么调得动的 臣死罪 那赵破奴为什么就听你的了 事发突然 臣来不及先禀报陛下 臣是用陛下亲授的 这只调动兵马的虎符 调动了虎奔 怎么给你 带着你 如果有个离子 建元三年 东欧有事 太皇太后不给朕这支虎符 朕只好派严主跟你用结账 调动了汇居军 从此拿到了指挥 以军政的大权 你是不是也想给朕演这么一出 臣万死也不敢 退下吧 谢陛下 连朕没有炼成的羽林子弟都敢擅自调动 不宣二调只有高皇帝入寒心营做过 朕的父皇入周雅福的西柳营做过 我实心连个招呼都不大了 你的权力跟胆子是不是也太大点了 宣 李广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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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来现 récup 李广来 kap 伯王侯 关于西域的见闻 你跟曲禀都说了吗 陛下 伯王侯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仅仅是有趣 伯王侯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伯王侯 如果朕 再让你带使团去西域 你还敢去吗 臣上次才去了大碗 康居 大跃之 大下四个国家 而再往西边 还有安兹 狄支 东南的捐独等国 臣很想去看看 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 与华夏不同 听说都很富庶 朕不光是问你想不想去 还想问你路行得通行不通 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 还是匈奴的势力 陛下 匈奴大参与 部落的西方边界 一直到了沿泽与东 西面 与我汉朝的陵西郡长城相接 南面 与枪族部落相邻 正好遮挡住了我汉朝 通往西域的通道 伯王侯 如果朕捡出匈奴右翼 替你打通去西域的通道 这是宏图远略呀 是 进击河西 祭免匈奴右翼 打通河西走廊 走廊 转移 要 走廊 我们 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将军 皇上确实是不太相信你了 皇上对李夫人一家恩宠日隆 李延年已当了岳府总管 舅舅 好 来来来 来 陪舅舅喝酒 坐 这么快啊 皇上走了 走了 我看舅舅一走 皇上也没心情了 就散了 陪舅舅再喝点 好 舅舅 这次皇上打算让我去攻打敦皇 到居远海的右邪王 我在想 这么重的担子 我出上战场恐难胜任 还想请舅舅挂帅 这 不要胡说 喝酒 皇上决定让你去 必是已做了深思熟虑 我看这是要让你独当一面 千万别让皇上失望 冲锋打仗 我可是一点不在乎 你呀 别掉以轻心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个新手 尤其这次你要独立率领一支骑兵兵团 一定要带租粮草 孤军深入 长途奔袭 你们是没有后方支援保障的 舅舅不必担心 我的办法是打到哪吃到哪 我最喜欢 轻装远行 我作战呀 不需要后方 在汉军的持续打击下 匈奴各部损失严重 为躲避汉军的攻击 大禅于一致邪决定 将匈奴王廷转移至戈壁大漠以北 这是一次悲壮的长途原型 是一场古老的兼壁青野 至此 匈奴在戈壁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 只剩下东面左前王五步 及河西走廊上的中王各部 和游击起兵 古诈和机口 让汉朝人来吧 让他们活着近来 死着出去 昆仑神 永远和我们大匈奴在一起 撤退 在甘泉宫啊 事出突然 朕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了头 魏青 千万别忘心里去 事发突然 臣仓促行事 未能提前奏报 臣罪当诛 蒙陛下不弃 被臣感恩不敬 魏青始终是陛下的奴才 为陛下之命侍从 为陛下之命侍从 还未来 为陛下之命侍从 让他们作为 今天将帝 得到来 也不想 得到来 还不想 这可 回馈无敌 我军取得的战果 实在都是陛下指挥得的 大将军是太谦虚了吧 你说说 朕是怎么指挥的 该你了 陛下一是善用马 二是善用将 三是善用前 善用马 即是在国内实行马政 鼓励全民饲养改良军马 以建立强大的骑兵军团 来消解匈奴传统的军事优势 这善用将 是大胆启用一批 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将领 一经看重 立刻着拔至关键的指挥位置 这些年轻将领 往往无任何旧席矿妇 擅长沙漠 草原等地区的长途奔袭 实施 余回包抄 割裂殲灭 你是说到驱病了 接着说 这善用钱 用钱实则关乎国家全部的政治经济 打仗实际打的就是钱呢 陛下身边有像桑红梁这种善理财的能人 保证了军事上的所需不余 卫卿 你也成了拍马屁的能手了啊 臣不敢 臣是体察了陛下的所为才 朕的所为 你一直在体察着 出发 臣不敢 臣是边打仗 边领会陛下的英明指挥 起来吧 谢陛下 来 你推荐给朕的一个照信 给朝廷惹了十倍的麻烦 兵无常事 水无常流 你的那套打法他太熟悉了 朕是不得不防啊 幸亏朕还留了一个棋子 该拿出来太用场了 臣明白 你明白 你要都明白 朕这棋还跟谁下呀 他也不明白 您不能带靠 快阳靠 你nar了 你不明白 你宝贝 你拒绝 environmental 你不明白 所有成络 我怎么看着皇上 自淮南腾山两岸以后 一直不怎么开心 两岸牵动朝廷上下 像炎柱这样的 身边近尘 都因私交诸侯而被砍了脑袋 皇上能高兴吗 你说那个琉璃 怎么连炎柱也搞上了 炎柱是个聪明之人 但就有那点毛病 当初我和他吃节气 会计调兵时他就那样 人呐 炮什么往往就栽在什么上头 削的什么东西啊 给巨儿削一把木剑 来 皇上老说巨儿太温厚 我这个当舅舅的 想教巨儿一点剑术 皇后都说了好几次了 我就抽不抽空来 你这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就 巨儿的太子地位 亏你还是大将军 不当大将军也无所谓 我说你瞎扯些什么呀 我不就做把木剑吗 你以为你大度啊 我跟你讲 你不仅仅是朝廷的大将军 也是宫中的驸马 皇后娘娘的亲弟弟 皇上的姐夫和小舅子 更是未来太子的亲舅舅 皇上从小到大 最想做的就是一个 无拘无束的精神游侠 我知道他挺尽重你们魏家 但是也不能要求 他把什么都给魏家吧 现在能够影响巨儿 成为太子的唯一原因 是皇上他不想看见 魏家的势力越来越膨胀 不想看到未来的太子 因为有强大的外家 而有恃无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平白无故地说这些 千万不要让皇上 有居住的感觉 包括感情和军事 好像离开哪一个人就不行 我看 现在皇上在军事上冷落你 在感情上冷落皇后 原因只有一个 你是说 这是为了成就 未来太子的地位 笑一个 笑一下 笑一个 笑一下 皇上驾到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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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看你的父皇 为你的父皇笑一下 好 真要见了个小皇子 就叫刘伯吧 好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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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该为孩子行为乳之礼了 好 来吃酸的 这个 来 先来点酸的 来 来 看看看看 酸咸苦辣甜 就光头一样就不行了 人生本就是五味俱全嘛 然后才吃甜哪 陛下 太医 请您去一趟 他有话跟您说 好 给我吧 快来 好 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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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 啊 啊 皇上驾到 臣妾恭请皇上圣安 平身吧 陛下 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朕也是很久 没到这儿来了 父皇来了 儿臣叩见父皇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 起来 谢父皇 你在读书呢 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谢皇上 朕来就是想说 聚儿已经到了上学社的年龄了 皇后考虑一下 看看朝中什么样的人选 可以做聚儿的老师 不知陛下 想给聚儿招什么样的老师呢 当然是 太子太父 和太子少父的人选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没事 臣妾只是觉得过于突然 陛下 陛下 倒是李夫人产后太弱了 陛下 陛下 倒是李夫人产后太弱了 你要真理 混起了 就算了 是李夫人产后太弱了 刘彻决定策立皇后魏子夫之子刘具为皇太子 怎么回事 启禀陛下 太子在马上打瞌睡 摔下来了 太子倒是好心情 我们追南竹北 他倒睡着了 王子天下 驾 王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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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王子天下 驾 驾 王子天下 啊 王子天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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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弟 拜见大蝉鱼 弟弟啊 坐 自从王庭迁至末北 民心已经逐渐安定下来了 各个部落已经重现 商机 自赐王果然是非常能干 帮了哥哥不少的忙 密弟啊 你知道我让你来干什么吗 自从汉朝的皇帝 清除了淮南王 王庭在长安的密室就断了线 长安内部的消息就很难再传过来 只有一个赵信还是不够啊 我的妹妹已经走了 再说赵信偷袭甘泉宫 未损一兵一卒 回来的十分蹊跷 我对他还是全着半颗心哪 中行月经历此番迁徙 病情加重 恐怕也是来日不多了 大湛羽 您的顾虑是什么 我琢磨着最近这段时间 王庭虽然已转移到末北 但是 右仙王 魂邪王 修徒王 还在西南 汉军的下一个目标 估计会选择先打他们之中之一 右仙王 现在只剩残部 特别对河西的魂邪王和修徒王 我最不放心 汉军这段时间在北县作战 万一他突然向西县进攻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到你了 大湛羽 有什么意图尽管吩咐 魂邪王和修徒王 他们都是 骆驼不羁的游牧部落首领 他们坐进观天惯了 没有战略眼光 在这关键的时刻 我对他们不放心 我想 我想派你去 作为我的代表 对他们加以督促 让他们加强军事戒备 千万不能懈怠麻痹 大湛羽 要让我去督军 你敢去吗 只要大湛羽决心已下 弟弟就是富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好 这是支鸣笛 哥哥放了好长时间没有 你带上吧 另外 你带上我的卫队 足有无策 你可以向任何人 射出这支鸣笛 鬼队会毫不犹豫的 把目标射成刺猬 我知道这个鸣笛 我知道这个鸣笛 是啊 就是这支鸣笛 结束了先王的时代 弟弟 无必懦弱 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就要具备一颗冷血的心 好 你怎么不吃啊 臣不太喜欢这个吃法 那你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 多带上几名刨厨不就行了 你们听听啊 他还挺有自己风格 我说霍将军 打仗还要配上 专用的刨厨 为将者 哪有不能与士兵 同甘共苦的 为将者 并不一定要跟士兵 有同等的待遇 只要赏功罚过就是了 可以激起士兵 对胜利的渴望 只要让他们知道 如果仗打赢了 要什么都有 何必拘泥行事呢 不懂 老夫落伍落 同甘共苦 还是必须要的 带兵打仗 需要的绝对不是行仁义 将帅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 仗打不赢 就是天天和士兵同甘共苦 也是个无能之将 不计划的 正看官军侯说得有道理 不就是想吃好点吗 朕满足你 朕回头啊 从宫里挑几名好厨子 送给你 啊 咱们可是说好喽 朕保证你的美食 你得给朕保证击败魂蟹王修徒王 打通河西走了 李广张千多参战 你们两位 出右卫平 打击右先王 以此牵制东部 大将军此次就不用再出征了 桌阵中央 监视陈于王庭本部 杀鸡烟用牛刀啊 你说那位将 是吗 臣服从陛下的一切调动 朕再给你一万骑兵 你还可以从全军去挑选 凡是你看中的 朕全部可以调拨给你 一句话 准备一定要细 出征前 朕要亲自点咽 臣明白 那臣就先等陛下派来的庞主了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好久不见你了 赵佛奴 他的名字是陛下所自 先为臣的英姬司马 这名字不错 别辜负了 一定不辜负陛下厚望 朕看你的眉眼 倒真有点影像 你的装备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 陛下是这样的 他原本是匈奴人 所以 所用兵器 与汉军有所不同 臣想只要他用着衬心 顺手就行 是吗 你 你把你的装备都摆出来 让朕看看 朕看你这儿像个活动的兵器库 他怎么又瘦又小 不像别的武士那么高大健壮 陛下 此人是悲将专重枪劲中挑选的 外号余地图 别看他瘦 他呀 闭上眼睛 只用鼻子都能找到水源和方位 那不是跟上离院的猎犬本事一样大了吗 比那还强 臣挑选的骑兵啊 都有他们的本领 比如说 他吧 他上马是骑兵 下马是兽医 兽医 兽医 这次出征是远途奔袭 要穿越高山沙漠 如果没有兽医的话 卑将这几万匹军马要是生病 可怎么办呢 所以 每队卑将特配备了几名兽医 专门负责军马的健康 好啊 野鹿子加野鹿子就是新鹿子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如果你获取病再多毒点儿 孙子无起的兵法 仗就打得更漂亮了 陛下 卑将以为 行兵打仗 要善于殷地制宜 殷势力道 兵书自然要看一点儿 可打仗不能光靠兵书 您说对吗陛下 也就是你获取病敢这么说话 你狠相真 骨子里像 力量 精力 的 野鹿 王子殿下请请 请 蜜蒂王子一路辛苦了 我已告知了昏邪王 他马上就到 雄弄王廷之所以远迁 是由于赵信把我骑兵的奔袭极限 告知了大蝉鱼 大蝉鱼才决定远走墨北 是啊 骑兵大兵团的运动作战 不可能离开粮草资重后勤保障 这种仗只有霍区病那个愣小子 他敢打 皇上用霍区病去打河西 也真让人不可思议 攻打河西走廊 是为了截断匈奴的右翼 但最终目的是要拿下 墨北匈奴的蝉鱼主力 难怪大将军一直以朔方为基地 积蓄粮草饲养战马 不正是为跨墨远征做准备吗 我斗胆问一句 皇上几时才能让大将军重掌兵权 再上战场 我未卿 无时不再等待着皇上的重新召唤 皇上几时才能让大将军重掌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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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几时才能让大将军重置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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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机四马 莫教在 知不知道我们不能久留 谁让你停下来的 可是这缴货 统统扔掉 不要让这些缴货成了我们的负担 传令下去 稍使休息后即刻出发 为令者斩 可是这些俘虏怎么办 你们看着办吧 驾 驾 把这些俘虏押到长安去 即刻行动 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获驱病从来不报战况 你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是到了什么地方 陛下是不是为他担心 这个获驱病 你担心又有什么用 人家是有意不同报 他是怕朕干预他 是啊 二十岁的统帅 只率万计精兵 就敢深入到敌后几千里 陛下 此举是不是过于大胆 不过反过来想 如果此举成功 那将是战争史上惊事害俗的意味 朕既没想惊事也不想害俗 不 只用经济上万 那是为了缩短准备时间 减少军费开支 增大行动的突然性 至于用那二十岁的统帅 那就更简单了 谁让朕看中的将军对手 就算了 没关系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没关系 我没关系 你呢 你不想了解 什么 不是 你不想了解 你呀 你不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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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